在新媒体时代,想成为偶像发光发热的人越来越多,但真正能实现梦想的人其实少之又少,所以遇见一个好伯乐至关重要,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通过选秀节目让自己脱颖而出,赢得前辈的提醒。 自从李希瑞与杨幂公司解约,就有人说杨幂识人不清,但是要我说,杨幂眼光独到,这些人能红全靠杨幂,迪丽热巴能红透娱乐圈,离不开杨幂的提醒,想当初迪丽热巴还只是一个小演员,即使他长得漂亮,气脸的不错,但认识他的还真没有多少人。 当他潜于杨幂的公司后,杨幂大力提携他,带他参演自己的电视剧、电影,果然,在杨幂的帮助和迪丽热巴的努力下,现在的迪丽热巴已经顺利积身一线女演员处理,名气大造,收到广大网友欢迎,想必有关注火明日之子,那网友都应该了解。 在第一季中,杨幂对赵天宇真是太看重了,在节目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赵天宇的喜爱,调侃自己喜欢的就是赵天宇这样的美色,虽然赵天宇最后只是获得第三名,但他获得杨幂的青睐,在舞台上全方面的展示了自己,收获了大批粉丝,相信被杨幂赏识的他星图绝对不可现的。 在今年暑假开播的新一季明日之子中,眼光独闹的杨幂担任新辉官,他在这一季的录制中,特别看好拥有五百五十万多名粉丝的斯外哥,从最新播出的节目中可以看出,杨幂对斯外哥的实力很有信心,对斯外哥与对手的大批也毫不担心,可见他对斯外哥今后的发展很看好呀。